星期一上班日一起来关心天气 中午车席时间带大家到台东的池上来走一走 阳光一片绿油油看了心情就好许多 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台湾是暂时摆脱风面纠缠 天气有种夏天的感觉 大致都是多云道晴 我们从白天的温度来看 其实各地的温度都是偏高的 本岛高温都在30度以上 南部会来到34度 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 在哪些地方呢 气象鼠就针对了 台南 高雄 屏东 还有台东 四个县市发布了高温黄色灯号 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 台东可能会有焚风 不过这样的超级好天气要珍惜 因为3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又要开始下雨了 尤其到了礼拜三 这个雨势还会变大 西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可能会有大雷雨出现 哈喽 我是建养荒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 请不吝点赞 开启小铃铛